虽然在情人节过生日 遵守了是一件 比较让人难过的事情 但是呢 我还是要庆祝自己 他妈的脱离苦海 哈喽大家好 很抱歉 以这种方式认识大家 今年我已经22岁了 在过去的21年里 每年恰逢情人节过生日之时 本人都是单身 以前我常常会想 会有比在情人节过生日 自己单身更悲惨的事情 然而今年的生日呢 告诉我 确实有悲惨的事情 那就是在情人节过生日 插好和对象分了手 大家也不用安慰我 这个视频能发出来 也说明我的内心 而并不是那么难过 甚至有点小快乐 恭喜嘴巴托离苦海 两个不是很成熟的人 在一起的一段 不是很成熟的感情 想到里我真的有些后悔 早就想跟他分手了 却一直那样的守女德 以至于在这段时间里 错过了那么多好看的人 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呢 谈了不少男朋友 谈了不少女朋友 女朋友谈的话 感觉自己常常没有被 当做一个女生去对待 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 是不是我以前扎过的男生太多了 所以说现在找女生谈恋爱 总是总是那样的不敬人 虽然在慈人节 构商人分手了 是一件比较让人难过的事情 我还是要庆祝自己 他妈的脱离苦海 怎么说呢 就好去好散吧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好